好 經濟部公布第二季的製造業最新統計 製造業的固定投資以及營收持續成長 不過展望未來 官員也特別提到 全球出現多項的不確定性 可能壓抑成長力道 以及廠商的未來投資意願 我們請教資深分級師謝承諺 你怎麼看第三季以及後續 臺灣製造業的投資熱度 超過70% 71.8%的部分 是在固定資產 主要是固定資產 那這個部分的年增率高達35.9% 當然還是高項的運算 5G這些 那這個部分很明顯 就是以半導體 尤其是先進製成為主 所以也帶動了化學材料的部分 的一個增長 成長的年增率有達到8.3% 那相較於這個電子產品 像光學這個領域 電腦電子的部分 年增率只有1.7% 很多人說還是正增長 可是實際上是以伺服器跟網通為主 所以消費性電子的部分 應該是疲弱的 這這等一下我們來看 那半導體的部分 當然大家會擔心說 第三季的部分能不能持續 可是我以目前所看到 第二季的半導體設備 整體出貨的一個情況來看 美國的部分都還維持到28% 28%以上 當然相較於前一季 稍微有點這個疲弱 但是還是維持很不錯的一個正增長 歐洲的部分也有12%以上 所以這樣看起來 在半導體先進製程部分的帶動下 第三季我覺得整體製造業的一個產出的成長率 應該還是維持不錯 只是說大家會擔心的是 後續整個景氣的狀況 為什麼會擔心後續整個景氣的狀況 我覺得有一個數字可以先讓大家知道 就是資通訊出口的部分 因為資通訊就是我們怎樣 消費性電子 那這個部分的出口 8月份的出口值的年增率是負的1.6 所以我覺得目前 我們所看到整個PMI 就大家對於整個電子業 未來景氣狀況 相對比較悲觀 還是主因還是落在消費性電子產品 不論是筆電 電視 面板 這一類 還包括手機 我覺得這個影響比較大 因為目前我們所看到這個數字 PMI 未來6個月景氣狀況 這個數字是28.3 這個是低於50以下很多 而且上一次景氣過 疫情回來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會擔心 所以那時候 這個數字也很差 那時候是2020年4月的時候 是25.7 所以很明顯現在景氣 疫情已經大幅度的好轉 結果大家還很擔心 可見就是如今一部的報告所講 大家還是擔心俄物戰爭 通膨對消費的這個意願的影響 所帶來的衝擊 那以目前來看 我覺得消費性電子這個部分 因為混在整個電子數據裡面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單獨拉出來看 因為現階段這個部分 進入了我們一般所謂的主動去库存的階段 主動去库存的階段對於廠商來講 它絕對會減少它的資本支出 而且甚至它會減低它的產能利用率 讓它的在這一個運作上面的成本能夠降低 等到它的库存大幅度減少以後 才有可能慢慢恢復這個新增訂單的一個層階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在今年的第三季的數字 應該還是會持續的一個惡化 那只是說現階段來講對台股來說 引領整個台股的製造業的一個數字 主要落在半導體的先進製程 還有電動車 電池以及能源 新能源 尤其是綠能像風力發電 太陽能相關的這幾個產業 所以這個部分數字的增長 當然抵消消費性電子產業數字的衰退 所以看起來整體數字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在產業的觀察上 會產生極非常明顯的一個分化 如果它是以消費性電子為主的廠商 它的數字肯定會持續的這個衰退 這我們會看到它的狀況會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我剛才講半導體先進製程 例如像高階運算 或是電動車 還有這個我們講電池這一個部分 還有新能源這個部分 它的數字就會有比較穩定的一個增長 所以未來產業分化的情況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大家不論在投資或者是整個產業的觀察上 我覺得也要注意到這個部分的細節